出原本写好的公式 那你工作里面其实有很多已经写好的公式 那你可能想要马上可以跟VBA做串联的话 其实刚刚讲的这一招是最简单的 因为以后你就动态的输出公式 那你就不用重新想到底要VBA怎么写 这个方法其实也蛮好用的 有的时候也不能说取巧 反正可以完成我要的工作为前提 如果说你要重新用VBA撰写的话 那写法当然又不一样 刚刚有提过了 所以一二这两个原则反正你记牢就好了 以后只要你需要把原来写好的公式 直接用VBA输出的话 记得这两个原理原则 保证完全没有问题 刚刚这一段程式是我们第一段 清除是第二段 如果你可能写错没有关系 你可以拿我的复制贴到你下面 比如说你可能这一行写错 你复制贴下去看就知道哪里有错了 另外的话 再来就是我们要增加一个是用VBA自己写的 那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输出的话 这个是输出我们的公式那没有问题 清除掉也没有问题 再来按这个按钮 是直接输出标准不标准到这个地方 里面就没有公式而是直接最后的结果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有部分是跟前面一样的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复制贴过来改 改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直接拿这个来改好了 也许我那个第一个呢 一定SYB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我干脆把后面这些拿掉 第二个的话呢 回圈范围一样 但是我将来要输出什么 在里面输出两个东西 一个是标准一个是不标准 可是只有一个格子啊 那我要输出两个怎么办呢 所以这里你可能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特别注意哦 我们在以色列里面是写一幅啦 然后刮壶什么那一串 如果你换在一模一样的逻辑 在VBA的写法不太一样 所以你们可能大概就是 稍微记得两者的差异啦 第一个一样是一幅 一幅什么呢 我假设用偶尔的方式来判断好了 那我们刚刚不是用偶尔 像M的也可以啦 其实两个方法都可以 这个逻辑要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VBA 这时候有点像翻译 这个是假设这个是中文 要翻成英文 类似啦 一幅什么呢 一幅第一个逻辑 所以这个逻辑 这个逻辑的话呢 追适 在这里的话呢 那我们就是打一个sales 因为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打一个sales 哪一个储存格 第i列的追栏 因为这个将来呢 列会变动 因为我条件会一直往下 你不能直接打追适 如果它怎么样呢 它是小于 先大于 大于5% 可是特别注意 VBA里面 这个person 在VBA里面已经有其他的用途 所以你不能用person 所以5person你怎么办呢 干脆用0.05来代替就可以 空一格 那偶尔怎么做呢 在VBA里面 就打一个over就可以了 打在哪里呢 打在中间 第2个条件 你就直接拿这个来改 直接Ctrl加按住 拖拉 就是复制贴上 那这边再把那个 第2个逻辑改在后面 -的 百分就是大于5% 小于-5% 最后记得打一个空白 Zen 这个是固定的一种写法 那第2种就是反之的话呢 就是打一个else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df 这样的话呢 结构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if在VBA里面的叙述一定是if 中间部分是放逻辑 Zen后面下一行指的是 如果条件为true的时候 写在这一行 如果条件为false的话 就假 上面是真 下面是假 false的话呢 写在下面这一行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今天为true的时候 要做什么呢 就是输出什么 输出 这个应该是 这两个应该是不标准 所以我这边输入一个不标准 给 那反之就是标准 所以把这个丢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多一行 把它delete掉 那我的习惯一定会缩牌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一定会做缩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缩牌 你看不出来它的结构 所以sub会有end sub 有for一定有ness 缺一不可 有if 就会有end if 不见得会有else 有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只是 单一重逻辑的话不用else 好那我们做完之后的话 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样 我们的结果都做完了 所以基本上我刚刚做的动作 其实只是把这边有点像翻译 翻译成这边这一串 所以未来你们可能要学的就是 if 在函数做应该会 可是在vba你也要会 这个结构你可能要熟悉 反正以后就照这样的流程 去把if的逻辑给写出来 所以有点像翻译一样 好那再来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基本上呢我们这边针检 把它这边好了 因为这边它的在右边 我就把它 然后我习惯是浮在上面 那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你可以按f 我这边是执行到这边好了 先把它清除掉 先按一下看看 基本上ok 那我来看一下主行好了 主行的话按f8 f8就是 如果你想要看程式的细节的话 你会发现你按一下f8 程式会跑一行 你要再按一下他才会跑下一行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知道里面的变数 这个逻辑 里面是不是标准呢 我们来看基本上 他这边按f8 他跳到不标准 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 这个里面的池 是27% 那不标准输出 有没有 输出的话意思是把后面东西丢到前面 所以基本上他是 把不标准这三个字丢到L 蓝的 这一列 因为是4 所以L4 就丢到这边来了 那会 那end if 结束了 nest i就变成5 5的话呢 再换下一个 那 我们第五列里面的资料 一样来检查 一样不标准 所以一样输出不标准 那 一样的方法 反正每一个每一个 好不好 那直接把它全部执行 OK 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用 我们的那个 VBA直接输出 那结果跟刚刚最大不一样是 里面就只会输出 那个不标准或不要 或标准 跟刚刚输出公式 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过其实说真的 理论上你这样点下去 跟点 其实要怎么一模一样 除非你比较内行 有学过VBA的人 才会点一下 你这个是用VBA写的 你再点一下 你这个是取巧的 你若没学过的话 怎么会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基本上的话 哪一种写法比较好 其实你要看工作上的需求 没有什么好不好 反正能够把最后结果 做出来是最好 最好 最快 然后又正确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我讲的这个 用VBA直接输出的部分 试着做做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来看 后面制定函数部分 好 好 感谢观看